我們繼續討論《如是我聞》的紅酒篇第二次 我們上星期討論完,到這星期又討論 這星期有很多問題,因為喝紅酒 每個人都會喝的,到宴會 有問題,喝紅酒有問題 因為紅酒懂得喝,總是不知如何製造 不知如何分配、分別 請教專家,喝的時候多了話題 不要像我一樣,就像我一樣 照了喝就算了 譬如,聽聞法國對這種農業生產非常注重 因為它是國家的寶 雖然不是全世界只有葡萄酒 但它是哥哥 所有國家的例子都跟隨它 現在先說一說,法國如何處理葡萄酒 如何立法或規定 是否跟土壤、雨水、乾燥、氣候 這些是否有關係和控制的呢 絕對是 有很多情況,法國農業部很嚴格 農業部始終葡萄酒是一種很重要的資產 所以農業部對於這件事是非常非常講究的 如剛才阿劉Sir所說的 氣候和葡萄品種 譬如我限定,我只能種 例如Cabinne-Sophie-Yong這種葡萄酒 我就不可以種其他葡萄 我已經改定了 這些是甚麼類型 改定了 如何分辨,結果地可以種甚麼葡萄 都已經定好了 地是要甚麼土壤等等 都可以定好了 都可以檢查它嗎? 都會檢查它 很嚴格的 還有一件很特別的 法國這些地方 有時我們種植物也是 在家中種化 今天天氣很乾燥 沒有甚麼雨水 淋一淋化 但是呢 原來葡萄園是不可以這樣做的 是靠天然雨水的 不能夠淋水嗎? 不可以的 是嗎? 例如澳洲等 有很多人可以灌溉 但法國不可以 一定要天然落雨 那年沒有雨就很糟糕了 所以失城 為什麼法國走 收城每一年是那麼重要呢? 失修 每一年是那麼重要 有些人說那年不好年份 為甚麼呢? 臨收的時候傾盤大雨 又死 又死的 因為你不能遮蓋它 不能擋住它 能讓淺淺ễ 所以有些人說 那年是很糟糕 Julia 充� Owlette Eventually 與大概 Child 1 1 1 2 1 2 3 4 4 4 所以這些人產生會嚴重 這 commencementais cah 這個規格是很嚴格的 我們講究 不如 холод用山河 一種很出名的葡萄叫莎當尼 但是如果是波爾多種,就不能用莎當尼 因為法例規則監管得很嚴格 因為他們覺得波爾多的土壤不適合莎當尼 所以我一個年輕人,我一個很破格的人 我喜歡莎當尼,可不可以呢? 可以,但不可以叫波爾多種 農業部就不會批准你叫波爾多種酒 你只可以叫自己做法國酒 這麼嚴格? 是的 名字也不能用? 是的,但正正是對於我們的消費者來說 就保障了 即我們去超市,在波爾多的廣東名 就證明這些酒,起碼已經得到當地農業部的認證 確保這些酒的質素 是符合波爾多你們買的時候希望的質素 嗯,明明有法例規定 不然你不依據法律去栽種製造 那就犯法了 你可以這樣說 如果真的,我還知道莎當尼 但我寫明是波爾多 基本上就真的賣不到 即是你沒可能見到 法國人也很符合手法 這個可以用香檳做個例子 是香檳 香檳這個名字 香檳這個名字 這個例子也可以跟大家解釋清楚 是否有氣就叫香檳呢? 科神 如果是的話就糟糕了 不是的 不是的 其實正正是說法例不同規定 很多人會覺得 在那些卡拉OK 生日 是否送了一支 他們說是香檳給你的 那些是氣酒 那些是氣酒 是的 這樣的情況 是否可以告他們 這個商品說明條例 不合乎 這樣 送香檳 這樣 所以我留意了那間的卡拉OK 已經不再送了 你送了蛋糕給你 那些是叫小香檳 小香檳就不是香檳 其實也不可以叫香檳 香檳也可以 是的 其實怎樣叫香檳 一定要在法國有個地方結造香檳 香檳區 是的 只有三種的葡萄可以做香檳 是的 規定嗎? 規定了 規定了 一定要的 還有一定要用傳統香檳方法 這樣才可以叫香檳 怎樣叫香檳呢? 其實它的方法就是 首先收成後 要用木桶發酵第一次 然後就入瓶 入瓶就要第二次發酵 在瓶裏面 是的 這就是傳統的香檳方法 所以有些人說 傳統方法 Jaditional method 或者香檳 method 香檳方法 都是這個方法 所以還未打氣 不會打氣 其實是天然的 它是天然的 它發酵的過程 噢 如果我們在香檳區 那些氣氛 那些氣氛 還是原來的氣氛 這是兩個問題 因為 如果是香檳 就是剛才 Porsen說的 製造過程 已經產生了氣泡 在香檳 產生了氣泡 然後就有氣氛 現在是比較少人 因為現在人們懂得喝 或者這麼說 在香港 大家就比較有信心 因為香港也很難看到這些做法 你剛才說 不同國家 如果在法國 比如說布根地 布根地 布根地 或者阿爾薩斯 我們只會叫做Cremont 例如在布根地 就叫做Cremont 的布根 只能夠這樣叫 但是叫做Cremont 都要用傳統方法 如果你說 我不是 我像Paul說的 要打氣 就只能夠叫做Sparkling 什麼叫做Champagne 對 Sparkling Wine 對 叫做Champagne 這個字 就一定要在 剛才那三個條件 在香檳區 用指定的葡萄 用傳統的香檳方法 才可以叫做Champagne 哦 好了 你說政府監管 農業部監管 是很少的 用名字 你都不能隨便 對 對 價錢會不會加上 加上 加上是自由市場 也始終當地 就不會說加上 但是我們會這樣想 例如一些地方 好像布根地 布根地 或者布根 很特別 如果價錢便宜 的話 酒質素也會差一點 一分錢分貨 對 一分錢分貨 但是有些地方 例如說波爾多 又不是 原來有些便宜的酒 也挺好喝的 為什麼要這樣呢 因為 看回當地的產量 質素等等 所以初時 我們經常說 加上便飯 你每天喝一瓶幾千元 都很吃力 是啊 很吃力 是啊 真的 只要不吃藥 是啊 很多人請你喝 都是方法 對 幾千元一瓶是多厲害的 是啊 但是 譬如說 我每天吃飯 其實一百幾十元 買不買得到 其實都可以 有的 我建議 例如說 波爾多 或者說 南法 這些 每天喝幾十元一瓶 都不差 已經不差了 政府監管得很好 也就是根谷指令 也就是 你要 每年給少許錢 給政府看你 這些事情 但質素都可以 剛才我們說 除了法國之外 還有西班牙 還有意大利 一產不同的地方 沒錯 之外 新的世界 美國 甚至乎 智利 澳洲 中國 中國也是 這些國家 產的 葡萄酒 原理上 與歐陸出的 舊區 有沒有不同 不如說 阿波 有什麼都不少 新舊世界 你想想想想 澳洲 也不錯 我上次和你喝的 波爾多 兩次都是 波爾多 分別很大 很大的 很大的 最主要就是 葡萄酒 已經不同了 最簡單的 葡萄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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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是用同一種葡萄酒 有些是用同一種葡萄酒 我先說 澳洲最誇張的 就是用 Siras Siras 那種葡萄酒 但法國 波爾多 或者布金地 都不是用這種葡萄酒 只用葡萄酒 已經不同了 你可以 做出來 也不同了 我經常都會用這個例子 例如你吃豬肉 你做叉燒 和煮咕嚕肉 兩種 全部都是豬肉 但煮出來 味道已經不同了 當然 有一些葡萄 他們移植了 都用回那種葡萄 或者用回那種比例 可以再講一講 譬如 舉個例子 波爾多 可能是用葡萄酒 做個基礎 然後 混合其他葡萄酒 混合其他葡萄酒 在美國 加州 都是會用這個方法 混合酒 澳洲 也會有這種情況 但 因為天氣不同 餐已經很不同了 雨水和汗海不同 對 溫度不同 味道已經很不同 剛才 我們上個禮拜也有講過 就是那個 木桶 木 所以 所以 木桶上都是做木桶 可以不用做木 可以不可以 一定要用做木桶 有些是怎樣做呢 有些國家 就不用木桶 便宜一點方法 放一些木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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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想到 沒錯 所以 每個國家 走出來 跟葡萄都好 出來的飲法 都很不同 通常 我自己覺得 新世界 就會偏甜 一點 哦 甜一點 沒錯 記憶 這個 口味 見仁見智 因為有些 始終喜歡喝甜 就會偏甜 新世界 是的 有一次 智利 是不錯的 智利 現在是比較甜 是的 比較力量 還有 我們叫做 新世界 酒 不會給年份影響 我也說過 有時候 派喝酒 例如那年收成 很大雨 或者沒有雨 那年收成就不好 但在新世界 例如 那年是沒什麼雨水 它可以灌溉 令葡萄生長很好 對 很穩定 這個包括美國 美國 全部都是 我們叫做 要什麼有什麼 我看到這些酒 雖然法例監管沒有這麼嚴格 但因為它可以灌溉 有時候都不想自己的酒差 那我怎麼做到質素 即是很容易地做到質素 是可以有個水準 舊世界 因為它跟著天氣走 每一年 年份都不同 好像一個人 有些很活潑 有些 例如多雨水 就淡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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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淡 有一些年份 剛剛蘇聯的核電廠爆炸 你說那些雨水 攜帶了一些 輻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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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年 沒有人想買 這個是切爾諾貝爾 切爾諾貝爾 有這樣說過 等於 日本人的核電廠爆炸 周圍的人都害怕 吃些魚 吃些植物都怕它流出海 那些輻射 始終應該這麼說 幸好 俄羅斯那邊 跟法國有些距離 或者傳統釀酒的地方 影響相對來說 就沒有那麼大 可能日本輻射 對香港也有些距離 也沒有那麼大影響 俄羅斯跟法國的距離 更加遠 或者去到意大利 都已經淡了 應該都避免了這個問題 即西歐那邊 新世界之中 以什麼產地 飲得過 價錢會比較便宜嗎 新世界普遍來說 都比舊世界便宜一點 我覺得除了美國 加州之外 其他都相對 都容易找到一些比較便宜的酒 但加州是比較特別 很貴的 很貴的 這個加州 為什麼會暴升呢 我們可以找一次機會說一下 因為他在1973年 1976年 1976年 曾經跟法國的紅酒大比拼 沒錯 好像華山頓劍一樣 兩派對打 那次 竟然 美國加州贏了 贏了 對 有這樣的故事 但是 Lapper的酒 對 他打倒了那些酒 我們回頭說回 就是 剛才你說法國很多監管 很多歷史 或者他本身是一個文化產業 對 追溯回 為什麼法國酒這麼出名 就是因為 在很多年前 法國就搞世界博覽會 世界博覽會 這個博覽會 就奠定了 法國酒在酒壇 的地運 就是民主 像武當民主 少林民主 他們在1855年 當時的國王 就是拿破崙三世 沒錯 這也是一個很大的故事 波爾多 你可以說一下 其實 當時就是源於 法國酒已經很出名 但是 國王拿破崙三世 就覺得 要找些東西 去奠定這個地位 剛才拆坡 這樣說 他就選了當時 在波爾多 他覺得最貴的61支 他純粹用價錢 當年是純粹用 當年是純粹用 金牌支 他看價錢 總之 當年市面上 最貴的61支 排了龍虎榜 分了五級 都是因為價錢去看的 有1,2,3,4,5 例如第一級 有些什麼 可能大家很熟悉的 納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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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2級 3,4,5,6 現在也是有的 到現在 其實他這麼久以來 只是有兩個改變 所以就有一個認受性 第一個改變 當年只有60支 為什麼我說61支 就是一個酒莊 他交文件 交遲了 當時細報會 要公佈 我等不及這些東西 然後就公佈了 60個酒莊 當時納粹 納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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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於1856年 才補齊 免粹 成為其他酒莊 第二個就是 納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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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個就是 納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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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3年 就由2級 升級 升級 是 有酒莊 有酒莊 有 當年185年 剛才說 60個酒莊 就分了5級 那位是納粹 納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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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位是最高權位分 所以是法例 現在已經是法例 所以為什麼不能說 是法例 現在已經是法例 那時的國王也說法例 是的 國王頒布 是的 國王頒布 所以即使人們 我覺得我值得在裏面 到真的 但我 вже爭取了 唯一一個例外,就是1973年 1973年有一個叫武當的酒莊 現在香港人監獄的酒莊 他經常說自己的質素是很好的 所以他一直都申請 結果1973年就破格,升為一級酒莊 所以五大酒莊 兩酒莊就不是計時,是四大酒莊 沒錯,五大酒莊 要喝什麼就是這五個酒莊 那這五個酒莊出的品牌是一個還是多樣呢? 一個,他們指定的紅酒,他們唯一一個 我們現在喝這個酒莊 不是一級酒莊,但也是一百五年 那時候的規定 這個酒莊 其實這個酒莊也是武當的家族 也是他的家族 但這個當然不是一級莊 他已經說了一個故事 一百五年的故事 都有寫的 所以香港人和大人只會喝 Lavid 這個酒莊 其實不是只有他 不過Lavid 為何會這麼有名呢? 就是那年1982年 其實大家都知道那一年是不錯的 都不夠膽說是好年份 其實 直到一個酒莊家 叫做Robert Parker 他是美國人 他嘗試完之後 說這一年是絕世好年 那時候 沒有人相信 一九八年 對,那時候 一九八年 是絕世好年 沒有人相信 但是呢 幾年之後 就覺得這個人說的話 對 有料到 有份量 然後就變成一個傳奇 所以現在很多人都說 百二納費 百二納費 就是因為那一年 奧巴巴克 他說了這句話 他也令到他 成為現在世界上 最知名的酒品家 還在這裏 他還在這裏 他每朝是酒 他很特別的 我們可能喝酒 喜歡晚上喝 他喜歡早上喝酒 他說早上喝酒 是最能夠吃到的味道 味蕾 可能還未死 可能大家還未吃飯 還未有其他東西影響 這裏喝完這裏 喝完這裏 喝完這裏 其實我也是 其實我也是 外出的 為什麼呢 當你一百支酒 一千支酒 我不要多 每一瓶喝一口 我都醉 喝一口 喝酒 對 何況他更加多 每天的工作 就是試酒 所以我們要喝酒 因為吞不吞 其實吞不吞 就是在乎你 吞那天就是感受酒精 如果不是味蕾 吞不吞 在你口腔裏面 產生你的快感 這個帕卡興 令到整個世界的酒界 都是跟著他走的 很厲害 很多年 所有酒價 他說了一句 然後酒價就會升 他說好喝 一經提名 投舉 那就是正月八人十倍 是的 我聽過一個故事 就是說 如果他踩了別人一腳 人家就會生氣 我覺得你今年的年份不好 我聽過傳聞 說他可以去到酒莊 酒莊放狗 他來了 有這樣的故事 是美國人 原先是一個律師 但接著太喜歡喝酒 律師都沒有做 就只喝酒 所有他說過的酒都升十倍 他彈過的酒 立即跌十倍 他彈 因為他曾經賺過 他彈下去 可能只是跌少少 但是他一說這個好 之後那一年就會升上去 我覺得是像四十年前 現在的TOL 他講一句 就是有份量 如果他說我這酒不好喝 那我就不要寫出來 如果你酒店看到有一個 叫Walbarker評分 九十幾分 基本上一定不會便宜 便宜的便宜 應該是便宜的 沒有好東西便宜 對於買酒來說 我甚麼都不懂 我看到有一個 這麼出名的人的評分 我就相信他 185年 分了五個級數 一級就有五大樁 這五級的價錢 也很有趣 對於是 剛才柳Sir說 剛才柳Sir說 那些酒是幾萬元 有幾萬元 也有幾萬元 也有三百元 也有交易 但是 在那六十一個酒莊裏 五級的價錢 差很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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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有些 例如五級的價錢 可能三百多四百元 為甚麼呢 是因為那些人 不去追捧他 即是 沒有人去炒熱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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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有一個價錢的分別 所以可以找到一些價錢便宜的 不是太貴的 也可以找到很好喝的 知道會不會讓他喝 一喝就加價 真的貴 知道他賺錢便貴 基本上 這個等於香港 香港呢 有一個故事 是 那麼 那麼 香港都有所謂 就是美芝蓮 有美芝蓮的打聲 有些是美芝蓮的 recommand 有些是一聲二聲三聲 香港沒心聲 是 那麼 美芝蓮一打了聲之後 那間 那間 就哭了 哭了 為什麼哭 那應該是很生意 但是呢 那個老闆跟他加租 哦 即刻加租 那個業主 嗯 那麼 加起來 你再加 加客 都抵上不了 你那個 那個 會 出了名 出了名 知道呢 那些娶呢 就算 跟你做的 娶一 後王 大王 大後王二 又加價 又加價 你靠我嘛 你煮得這麼漂亮 連樓面也加價 樓面也加價 樓面也加價 樓多忙 樓多忙 租也有價 搞衛生 清潔那些 也有價 順便加上 一次過 那你的老闆不投行 所以 都未必一定 好事 好事 最好是業主 當然 原來米芝蓮和業主談好數 哈哈 哈哈 米芝蓮本來是一個賣輪胎公司 對 本來 賣車輪 對 順便 都說完食 順便 就是 剛好 喜歡喝酒 順便寫酒 現在米芝蓮做車輪 順便寫食 現在變成一個很權威性的雜誌 另外一些技術性問題 想請教一下 為何這些紅酒酒瓶 自必要不透光 例如眼前這個 是青的 是否它經太陽射下去 會影響到化學作用 會令到那些酒變質 這個很好問題 我也很想了解一下 因為紅酒 為何是這個色 對 一定是這個色 為何白酒又不是這個色 不是我 然後 為何紅酒有這個瓶 有些是比較肥的瓶 瓶的瓶 瓶的瓶 我考慮是 跟瓶容量相似 但是色彩 我考慮只有一個可能性 就是擔心它被太陽射到 之後 光合作用 或者光線會引到它裡面有變化 其實你講得沒錯 其實很多酒莊都有不同的說法 但我綜合了說法 最簡單的是 葡萄酒不能曬 不能曬 最怕曬 陰頂 陰頂 所以 紅酒 特別是紅酒不能曬 它製造墨綠色 很多都是 等於帶了一個太陽眼 對 就是紫外光防UV 對 其實白酒和Rose 理論上都不能曬 但你看到為何白色瓶 就是很多時候 白瓶可以的 法律沒有監管什麼色 但很多時候酒會入雪櫃 在法國 在當地 雖然是在地下酒窗 對 他們在購物時 都會進入那些酒櫃 所以避免了紫外光 對 所以不需要特別的顏色 對 這是我 Tinted 就是 有色彩的玻璃 對 第一 這是另外我自己的 有問 因為白酒 如果我 有這麼深色的顏色 我不知道這瓶是什麼顏色 其實 我不清楚 我沒有白色的瓶 我一定 確保你是 白色 對 金黃色 這是我第一次聽 這樣分法 當然有些酒瓶 白酒都是 綿綠色的 但 有些人說 其實 我要吸引你買 除非我很出名 如果不是的話 我要你知道我是白酒 我要你知道是Rose 你看到我的顏色 每次都綿綠色的話 你看不到我 你不知道什麼 你不敢買 對 心理上 不是很高興 對 第二個問題 就是 很多人都不了解 為什麼 這些紅酒 事必要用水蟲 水蟲不是地方 帶風出的 是 葡萄牙 是國產 對 采水蟲 這種木 是百毛一用的 是 就是用這個 做不來其他東西 做家屬又不行 做什麼 做什麼 現在還有一件事 我是做 鑰板 就是用來 廖告板 其他 之外 這些木 就能丟臉 沒用 燒也不行 為什麼 使用水蟲質呢 現在很多人發明了新的水蟲質,可能是混合膠 水蟲質是最好的東西,混合膠不太好呢? 為什麼要用水蟲質? 因為水蟲質可以透氣 上禮拜也說葡萄酒是要透氣的 所以水蟲質可以透過木洞進去成長 其實所有酒莊在幾十年前發明了混合膠之後 他們有嘗試過,每一年有幾百枝試用混合膠去做 經過這麼多年的實驗之後,就發現混合膠是不好的 因為它加上,因為沒有空氣進去 是的,我也覺得不好 現在最流行的是澳洲酒,就是紐蓋 為什麼紐蓋呢? 紐蓋,在商業角度來說是方便的 不需要每次都帶著一把酒刀 有些人不懂用這把酒刀的,用那些 混合膠液就很麻煩 又轉崩了怎麼辦? 但也這麼說,那些名裝每年有幾百枝 又試試紐蓋的 但是到現在呢,到這一刻 他們都不敢說紐蓋是否不好 因為他們好像沒有分別 沒有分別的 感覺上他們暫時還未找到分別 不敢說是否好 但你問了我呢 譬如你在外面喝酒 可能去朋友家裡 朋友家裡沒有酒 不如買一瓶蓋 那就穩固一點 一定可以開樓 對 但如果你又學了一些 很帥的去開酒 那你就當然不想扭上去 而且扭上去也有危險 就是要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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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劃不開的 劃不開的 如果到時候有麻煩 劃蓋也劃不開 會的 會的 其實我也試過 那天真的要很麻煩 選擇整個頂抽出來 用了很大的工程 很容易叫出來 但是這些 基本上 最多開了一首歌 我便把那首歌 說回老師走到 這樣也要喝一入 如果你說我學了開酒 我會在朋友面前 或者在另一部面前 示範給他看 有型 很型的 很優雅 這是一個欣賞的學道 那我想高貴一點 所以水松則 有它的歷史性 是 最早期的讓酒 都是用招呼室 對 最早期的讓酒 是近這十零二十年 才有混合膠 和紋口蓋 中國沒有小用質 只可以買 他們也有用質 他們也有用質 也就是買回來 他們用 也是 葡萄牙買 因為葡萄牙太多了 葡萄牙出水松 水松國 現在 我想 除了法國的乾淫 和乾淫 和乾淫 可以和乾淫 量夠多之外 都是它最多的 很多酒 水松室 乾淫 也有很多 乾淫 但葡萄牙是最有名的 歐洲有七八成都在葡萄牙 酒的發展 是 有些時候 明明是同一年份 同一批酒 為何不同味道 會有些分別 有些不同的 其實質素 也有些影響 也有關係 是的 現在說一下 在日常生活上 喝酒 有些禮儀 因為我們 常常都 粗人 不懂 有多粗 粗人 有多粗 不是很在行 喝紅酒 如果是在行 喝紅酒 剛才說了 上一個 節目說了 不同的一杯 要針多少 是 應該 什麼機會 什麼場合 喝什麼酒 這個有沒有規定 例如說 有些人說 吃肉 就 喝紅酒 吃 乳和海鮮 就喝白酒 那是否 或者一進來 開胃 就喝香檳 是 完了之後 就喝暖一點的 放著 放著 把手 放著 那這些 有沒有 規定 或者禮節 或者 怎樣喝 才對呢 針酒是怎樣針 給人才對呢 還是讓伙計針 還是 家裡沒有伙計 是不是 叫女人出來針 喝酒 那這個家裡有女人才可以 家裡沒有女人 不如先說一下 這是禮儀的 日常生活 很多 都懂得飲 不懂禮儀 不懂禮儀 不如先說一下 喝白酒 紅酒 還是 香檳 流程 流程是怎樣呢 其實 要說回不同的地方 吃不同的食物 當然 在中國飲宴 就避免喝白酒 理論上 很多菜是搭配白酒 但在飲宴 我們很少喝白酒 即西方的白酒 對 白湖 白湖 原因很簡單 不老禮 不吉利 白酒 對 所以在飲宴很少 會有白酒 通常是紅酒 對 對 沒有想過 吉利 白酒 當然 中菜 有很多菜 都配搭配白酒 所以我再說 西方禮儀 西方禮儀 通常是晚宴 有一個叫 Welcome Drink Welcome Drink 可以是香檳 氣泡酒 又或者是 一些淡一點的白酒 感覺上清爽一點的白酒 然後我會吃前菜 前菜 看看 中藥都比較清爽 味蕾清爽一點的 都是要白酒 然後看看你吃主菜 吃什麼 如果吃魚 吃一些白肉 可能那種雞 其實是一些重一點的白酒 但如果吃牛扒 吃羊架 那些 就是紅酒 但劉Sir說 吃完了 究竟喝什麼呢 有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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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錯 吃甜品 就喝甜酒 Dessert wine Dessert wine Dessert wine 對 喝甜酒 然後吃甜品 有一面的Dessert wine 就有咖啡茶 喝完之後 就會放到白蘭地 最後 最後一個完美的結局 甜美結局 對 這是一般來講 這就是西餐 西餐 中餐 其實我們都很幸福 中菜有很多款式 對 那怎樣做呢 一盤盤盤盤 可能十碟八碟 又有海鮮 又有肉 又有菜 那怎樣喝呢 看看那個地方 有沒有多一杯 不妨一杯 一杯紅 一杯白酒 放在那裡 有些時候 大陸有幾個杯 有啤酒 有些小杯 有些小杯 喝來一杯 大陸白酒 米酒 米酒 或者高梁 對 高梁 對 如果這個地方沒有那麼多杯 就看看 如果不是當朋友 我最會 很多時候都建議喝 蘿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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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為什麼呢 因為蘿蝦會有雪凍喝 雪凍呢 清爽 可以搭配海鮮 可以搭配海鮮 但是呢 有些肉會有些單寧 那 我們會比較有些肉 而單寧就可以讓肉更好吃 所以蘿蝦都可以搭配這個紅肉 所以 兩碗都可以 海鮮 紅肉 都可以 所以如果只有一杯酒 不妨選蘿蝦 所以 所以吃中菜都可以用不同酒去配合 吃紅酒和白酒都可以嗎? 可以, 吃叉燒、菇乳肉都很好吃 甜品亦可以照上甜酒 吃海鮮, 配香檳也很高興 很棒, 椒鹽鮮油的香檳, 超級好吃 椒鹽鮮油, 椒鹽鮮油 我們去南瓜島吃過海鮮, 也不妨去做椒鹽鮮油加香檳 香檳是葡萄酒嗎? 葡萄酒, 葡萄酒 就是做紅酒, 其他方法有不同 對, 方法就是我們提及過 處理它時, 發酵程序有不同 變成會產生氣 其實, 如果說食物和紅酒配對 這個禮儀, 我想講幾集都不用 因為很多人都喜歡這個研究 我們叫做 Food and Wine Match 其實, 吃壽司, 我曾經試過 壽司配紅酒, 但不是所有紅酒 原來有某種紅酒去吃魚山壽司 也可以 很有趣 壽司, 我想著 如果吃壽司, 一定要喝日本酒 Sake Sake, 冷, 熱都單 沒有想過喝紅酒 我也沒有想過 想去想過 吃朱古力, 喝紅酒 也可以 以前很多人都說, 朱古力搭不到紅酒 但現在發現, 紅酒 原來有些真的可以搭配 搭朱古力 搭芝士呢, 我也知道 芝士呢, 翻鬼老爺 搭皮蛋, 你應該都知道 皮蛋就聽過, 沒試過 可以這樣搭配 紅酒搭配皮蛋嗎 對 做不做酸薑炭 要放在旁邊 但蛋和酒搭配 之後才可以吃薑 下次我和你用紅酒送皮蛋 對 紅酒有很多味道都可以吃得到 其實是的 要放一點心思去搭配 有些人說, 蕃茄是紅酒的殺星 對 一有蕃茄的話, 什麼酒都搭配不到 但是呢 蕃茄最有名的就是意大利 對 還有披薩, 有蕃茄汁 熱粉 對, 熱粉 但原來發現, 只有意大利酒 只能配到蕃茄 這麼奇怪 你發現, 有九成都是 蕃茄的聲音都沒有出來了 所以, 蕃茄和酒搭配 可以說很久 我們爭取時間 就說剛才柳Sir的另一個問題 就是說 如果我們喝酒 誰搭呢 怎樣搭呢 當然, 如果在餐廳的話 當然是叫餐廳的品酒師去搭 因為他們是工作 如果你說不是的 通常一群人在家聚會 沒有理由叫餐廳 通常誰是主持人家 他會針酒 通常針酒 最理想就是用瓶底 盡量避免 盡量避免手指接觸太多的酒 對, 溫度會影響它 對 對 然後, 會在你旁邊 即是先針 旁邊的人先 對 一個順時針 或者逆時針 都沒有問題 針完之後 最後才針自己 對 這就是針酒的次序流程 在餐廳就要被選擇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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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在家中針對 對 對 老實說 如果你是請朋友吃飯 那你當然想給他最好的東西 對 如果你開酒的 真的針對 其實通常 做法就是把酒 補上去 拿到一邊 然後開其他 對 有時候 有些朋友 叫科神來吃飯的時候 開啟酒 叫科神去熟 幫忙問一問 如果真的發現有些問題 我們朋友就會馬上說 這個酒有些問題 通常主人 即是主人 他會馬上放開啟酒 對 對 沒錯 補充一句 例如他出去吃飯 餐廳通常會幫你針酒 但也要看回餐廳酒樓的情況 或者熟悉酒有多大 因爲我試過一次 在酒樓那裏 一瓶酒好像三四千元 一瓶酒好像一百多元 但是 針酒後 不知道兩瓶酒的分別 差點就把兩瓶酒混合 嚇死我了 即是八條歸茶 對 那我也會把餐廳倒進去 然後一瓶酒就嚇死他 你不要啊 你不要亂了 所以 那樣東西 其實都要看回環境 沒錯 其實最好 就是說 如果你出到餐廳酒樓 或者酒店 有回到餐廳酒樓 就交給他們 那譬如你去到一些 你覺得 可能自己自己搞定的 那不如就找回自己朋友熟悉的 就幫忙去幫忙去餐廳酒 沒錯 就是這樣 好了 時間差不多了 今天這兩星期 講述紅酒很皮毛 就是 增加我們喝酒知識 將來有機會 我們更加深入一點說 好 阿波說 如何配酒和食品 都是一個很大的 你試過很多配的滋味 要介紹出來的 我都聽到沒有聽過 日本酒 找紅酒可以送的 真的好東西 好 好 謝謝 拜拜 拜拜 OK